自古以来,衰老都是深受关注的问题,从现实层面来讲,想要延年益寿的人并不在少数。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与养生意识的增强,人均寿命得到了提升,但长寿似乎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养生与饮食是密不可分的,很多关注养生的人都十分注重日常的饮食。 陈爷爷今年已经65岁了,随着年龄增长,陈爷爷的食欲变小了,食量比年轻时少了一半。 他十分羡慕每顿饭能吃两碗米饭的老李,认为老李肯定是能够长寿的人,但是老李的老伴却经常担心老李吃太多会出现身体问题。 食量的大小与人的寿命真的有关系吗? 吃的少活的酒,还是吃的多活的酒? 一,吃饭的重要性,民以食为天。 吃饭的重要性想必在这里不必过多赘述了。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,吃饭就是人们的天。 天是不能坍塌的,所以吃饭也是不能停止的。 不吃饭,人们就会被饿死,不吃饭就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与寿命。 但是,吃饭其实也是一门非常需要讲究的学问。 除了这句话,还有病从口入这句话,很多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也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的反应。 好的会变好,坏的也会变糟,所以一定要注意吃饭的正确方式。 人们应该及时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,摒弃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才能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的平衡和发展。 那么,如何做到充分地了解吃饭的重要性呢? 那就要从饮食的营养成分和身体的情况,具体事情具体分析。 因为每个人行走一生的身体状况,在不同阶段都是不同的。 每个人的身体构造和基因也都不尽同,所以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也需要有所差别,更加个人化。 充分地了解饮食的重要性之后,在针对个人的自身情况以及有无基础病的情况,来具体地做一个适当的饮食习惯的养成和饮食结构的调整。 这些都是非常科学的,而且有必要的。 只有吃得正确,才会让身体朝着一个正确和健康的方向去发展。 这也是人们所说养生的重要性所在,也是养生的目的所在,需要人们更多地关注。 二,饭量与寿命的关系。 食量与寿命有一定的关系。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,人体内某些特定基因可以在降低功能的同时,减轻细胞的衰亡,可以延缓衰老的速度。 细胞代谢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限制饮食可以增强胰岛素敏感性,从而使血糖指数下降。 饭量大小并不能作为客观的长寿标准。 相比较而言,限制饮食似乎对健康更为友好。 但是有些饭量小的老年人可能是因为有肠胃消化等问题,这种就是被动的食欲变小,并不会对健康有利。 需要客观地看待食量与寿命,食量变小确实对健康有利。 但是这种食量的变小必须是主观的减少,而不是受到疾病、衰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。 对于饭量较小的人们来说,他们对自身的身体健康发展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 好处在于饭量小的人,他们的消化负担是比较轻的。 这样有助于延缓机体消化功能的衰退和损坏的概率。 同时,这也是帮助人们延缓机体的衰老。 对于饭量大的人来说呢,并不是说饭量大就一定不好,但是吃饭一定不能吃得太饱,可以饭量大。 但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来进行调整。 因为吃得太饱是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,尤其是消化系统,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一些消化系统的隐患问题。 但是,食量大有好处,但吃得多不等于健康。 食量大说明胃口好,肠胃功能都正常,是健康的表现之一。 但是不能餐餐都吃太多,餐餐都吃太多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。 所以,尽量避免食之过饱。 食之过饱不光会给消化道带来负担,也会给整个人体带来负担,甚至会使使人们造成肥胖、超重以及三高等各种各样的连带性疾病。 肥胖会带来心血管问题,还有关节问题。 对身体健康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,吃饭最好以七或八分饱是最为适宜的量,十分饱是不可取的。 怎么做到七八分饱? 一、细嚼慢咽。 吃饭的时候,放慢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。 在人体中,信息在神经系统中的传递需要时间,有时候吃得快了,当你觉得吃饱了,很可能已经吃得有点多了。 所以,尽量放慢吃饭的速度,一口饭多嚼几下,细嚼慢咽也利于肠胃消化。 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青少年人群,在日常饮食过程中都要坚持细嚼慢咽,避免产生狼吞虎咽的情况,影响个人的食物消化分解。 二、专心致志。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,或者做别的事情,很容易影响到大脑对信号的接收。 而且经常在吃饭的时候,做其他事情也会影响肠胃的消化,因为注意力被分散,肠胃部位的血液供给不足,容易导致消化不良。 边看电视边吃饭,会打乱吃饭的节奏,也会让人忽略到时间,饭菜变凉,也会影响肠胃功能。 三、搭配粗粮。 粗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,还可以在咀嚼粗粮的同时放慢吃饭的速度,控制总摄入量。 四、饭前喝水。 饭前的半个小时喝汤或者喝奶可以在肠胃中占有一方土地,这样在吃饭的时候提供给食物的空间就会变小,可以很好地控制食量。 饭前半个小时喝水也不会影响到吃饭时胃酸的分泌,只要不喝完水立即吃饭,就不会影响到消化。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饭前半小时喝一杯奶更好,饭前一杯奶可以帮助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,不妨尝试坨奶,每天一两杯可以补充钙质,补充矿物质,精神满满。 综上所述,饭量大小与人体的寿命还是有些许的联系的,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。 所以,人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过少。 也不要吃得过多,要注意均衡营养的饮食搭配与合理的膳食安排,才能更加有助于人们身体健康地维持和保养。 三,健康的饮食习惯。 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,才是保维持健康的最根本的途径。 因为人们离不开饮食的滋养,就像鱼离不开水的关系一样。 所以,饮食是至关重要的,健康的饮食习惯比饮食本身更加重要。 那么,什么才是健康的饮食习惯? 应该注意做到以下几点。 第一点是不暴饮暴食。 暴饮暴食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,特别是消化系统。 而且暴饮暴食容易给身体造成肥胖。 肥胖带来的疾病隐患是非常高的。 所以,一定要杜绝暴饮暴食。 少食多餐,不要太过油腻。 同时,需要注意三餐饮食规律。 在规律饮食的帮助下,人体需要的营养及时获取,满足身体需求。 会发现抵抗力提高。 需要重视饮食的规律。 三餐正确的时间及时提供营养物质,身体才能保持良好状态。 第二点是要按时吃三餐。 不要过早,也不要过晚,特别是早餐一定要吃,否则化会对胃肠造成不良的影响,时间长了还可能会患胃病。 而早餐是开启新的一天的重要一餐,一定要吃得营养均衡,丰富健康。 晚餐可以少吃一些。 第三,每天摄入至少400克水果蔬菜。 除了主食以外,水果蔬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等,是人体必须的元素。 水果蔬菜可以帮助人体提高能量。 专家认为,每个人每天吃的水果蔬菜要占总食物的三分之一,每天吃大约400克的水果蔬菜,才能够补充身体的需求。 第四,多吃鱼肉,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了。 平时聚会,做饭都少不了大鱼大肉的,但实际上良好饮食习惯是少吃荤腥的食物,鱼肉例外。 因为鱼肉含有脂肪酸,而且脂肪含量很低,不会造成肥胖,还能有效预防关心病的发生,小孩子多吃鱼对大脑发育有好处。 建议大家多吃鱼,少吃肥肉,动物肝脏,同时少吃口味较重的食物,例如油腻食品,腌制食品。 第五,摄入足够的纤维素。 中老年人的消化道运动能力降低,容易发生便秘,而纤维素不仅能够通便,还有利于防止高血压,动脉硬化和糖尿病。 因此中老年人应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,如粗粮、枣类、蔬菜等。 不难看出,人的寿命和饮食饭量的大小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。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些内在的联系,但是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。 并不是说吃饭多少就能决定人体的寿命,但是确实吃饭多少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威胁。 不能吃得过饥,也不能吃得过饱,应该适度。 饮食在生活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,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 这个环节也需要人们细心地去照料,细心地去呵护,才能不断地保持和发展人们的健康,尽可能地减少对身体的损害。 所以,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些有关养生和健康的饮食方式的一些知识的内容,来打消自己在饮食上的误区,减少不良影响,进而维持生命的长远发展。 饮食控制的同时,也要坚持运动。 正所谓生命不息,运动不止,生理学角度将运动称之为天然的保健药物。 想要对抗衰老,还应坚持适量的体育锻炼。 不少的年纪增长之后,基本上就不运动了。 运动过少可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,使免疫力下降,更容易被疾病盯上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